在澳大利亚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那边基本上是买不到口罩的 所以我是帮我父母在广东买了五百个口罩 然后寄我去 但是问题是进到澳大利亚之后 我爸爸还是不愿意戴口罩的 因为他觉得别人会笑他 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告诉我爸爸为什么他应该戴口罩 在美国啊还有一些国家 你戴口罩人家会看不起你 你戴口罩是你有病 但是在中国呢 你戴口罩你就要预防别人传给你 特别是在去一些密集的 比如说在电梯啊 有的人就是在电梯传的 电梯很小 很小的地方 因为它越近的话 它那个高队的通知是有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澳大利亚现在是 因为我们在南海球嘛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 但是很快就到冬天了 所以如果接下来我爸爸 继续住在口罩的话 然后到了冬天 他的风签会不会很大 因为这个virus 他比较喜欢冷冻的 所以在澳大利亚 我现在还不太知道 就是假如说这一段能够预防得好 这一段能够预防得好 也可能到天润的时候 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development 可能会下降 有这个可能性 一般的话这个 respiratory disease 一般病毒在 天润的时候 一般是下降的 等到秋天又来了 所以这个看法 很对 所以需要有一些 monitoring 或者prediction